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昨天晚上 宾州国盟没有提到民政党主席 刘华财的名字 也没有宣布他是八六败的候选人 再加上候选人大合照环节 刘华财也提前离开了 这就令人更加好奇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当事人刘华财 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特别解释 这件事呢 其实是和他的党职有关 因为昨天晚上 负责公布候选人的是 土团党副主席罗纳建迪 他在国盟的党职是最高理事 而刘华财则是国盟的熟理主席 党职比罗纳建迪更高 因此呢 由罗纳建迪来宣布他上阵的话 从程序上来说并不恰当 民政党主席刘华财 今天在候选人的法定宣誓书 签示仪式之后召开记者会 澄清为什么 昨天晚上宾州国盟 没宣布他上阵的原因 刘华财解释 他成为国盟熟理主席 他的党职在昨晚所有出席的领袖当中 是最高的 因此让党职小的 来宣布党职大的候选人 并不符合程序 至于他上阵马来区八六拜引起了 宾州一党基层强烈反弹 刘华财说他把这件事 看成是内部沟通不良 而国盟总秘书韩沙赛奴丁 明天就会到访宾城 与一众候选人加强沟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